來問答題 第一題 這個主要是考第五章 那個跨期的 快速沒有一下 他給你 MINIMA的形式 如果是給MINIMA 找效用最大 兩個直接畫上 等號 兩個直接畫上等號 找均騰 那第一期所得三千 三萬 第二期所得 Y2 1萬1 兩期都有所得 不過給將來的所得 折成限值 1加利率 利率0.1 OK0.1 第一條就是找 第一條的話就是找相切 這個完全互補的話 切點就是MINIMA的畫上等號 第一條 C1加上 C21加 等於Y1加上Y2加 這個跨期的 軍人解法 OK 這個你都不用抄我們答案有 好不好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讓你去抄他 你看答案有 OK 本來找罪事 那他現在說 這你去找 我不算 本來是這樣子 他現在說 提問他說你 在個人不考慮到 錢財留給子孫 我們現在就錢都花完了 你死的時候 這輩子賺的錢就是你這輩子幹嘛 花的錢 沒有留下遺產 然後現在政府那個什麼社會安全計劃的開辦 第一期要繳2000塊錢 保險費 那第二期 他政府會 把你2000 連本代曆 利息 還給你 好 那代表 你第一期的所得是不是少掉 2000 對不對 這減2000 對 你看一下這減2000 那第二期政府是不是又把2000 連本代曆 還給你 連本代曆 你第二期是不是可以 第一期所得是不是少這麼多 第二期所得是不是 增加這麼多那一樣把它折成什麼 限時 來給你看一下 請問一下 這一生中的 所得限時有變嗎 沒變 所以 希望跟稀兔會變嗎 不會變 這樣要幹嘛 好 這數據OK吧 你看這個不是2000嗎 這跟這個是不是可以抵消掉嗎 OK 那同樣的邏輯概念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李家圖君等弟弟 我現在給你減稅 將來再給你幹嘛 增稅 含利息喔 將來政府 就是李家圖不是說現在給你減稅 你現在可支配的時候是不是增加2000 錢好了 啊將來會給你 增稅 含債券利息喔 那將來是會給你克 稅 克 這樣子嘛 因為政府將來 含 那個本金在家利息一起給你克 這樣一樣喔 所以李家圖還記得嗎 李家圖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本來還記得在這裡 本來那個 本來那個原附點在這裡 你切最是在這裡隨便 你就變成這裡 現在增加 將來是不是減少 原附點會變 但恆長所得是不是一樣 沒變 所以我如果講李家就沒差 一樣的概念喔 恆長所得沒變 所以消費沒變 OK 好 好 第二題記住 你C1有了 那個Y1減掉C1 就是儲蓄 再看3 他說一生只活兩期 提姆羅里巴說的好 那工作所得撰起勞動 Y退休沒有所得 他現在 工作期的所得Y 那退休期的所得是0 退休沒有所得 然後那個 退休後 就是前靠工作期的儲蓄跟利息 收入過活 好那他說 個人出生時沒有任何資產 然後那個儲蓄是S 利息是R 那退休後的生活所得 就是Y加X的S 你退休後 你的生活就是你當初的儲蓄 再加本息 那他現在假設說 退休前的消費是CW 退休後消費是CR 他講CW是CR的兩倍 那直接就寫CR CW 就是C1 等於兩倍的 CR 其實我跟你講可以 你剛才是這樣子嘛 這個跟這個很像嘛 你第一條是不是找出 CW等於兩倍的CR 找出那個關係嘛 好 那第二期就是你 那個 CW 加上 CR 所以1加R C1加C2出一加啦 等於Y1加Y2出一加啦 一樣啦 OK好 這樣 解CW加什麼 CR 他有沒有講多少錢 他有講工作期的所得是多少 工作期所得1000萬 那這個就大1000了啦 工作期所1000 那 利利他有講0.5 這0.5 這到0.5 先把他到0.5 0.5 OK 好了 這樣是不是一樣可以找出 CW加CR 對不對 我的代號沒有說一定要C1加C2吧 OK 我可以CW加什麼 CR嘛 對 OK 可以喔 好 這解法一樣 請再看4 乘3喔 他現在就是說工作期所得25% 作為年金 那 此人工作期的所得還是1000萬 利利還是50% 那年金的提供是否影響消費的儲蓄 OK 他現在有個東西他一開始他說國民年金體系 給予這個人工作期間所得25%所得替代你 這什麼意思 所得替代25%就是說你工作期如果1000 你退休後可以領到一筆錢多少錢 1000在誰 1000在乘以25% 1000在乘以25% 你現在退休後還有一筆 乘以25% 你還有一筆退休金喔 25% 他說所得替代率25%就是說你 你工作期如果1000 你退休後還有這樣子的還有這樣的所得 多一個所得 就這樣子 他這個 他不用 一開始他不用繳費用喔 像我們剛才第一題是不是你一開始要繳一筆費 退休後是不是給你這樣的錢嘛 對 我們剛才第一題是說你退休期要繳一筆費用 退休後政府是不是給你一筆 退休金 連本代替 當初你繳的那筆錢 連本代替給你退休金 那這個的話沒有這個他就是多一筆這樣子 多一筆的所得替代率 那就這樣 重算一遍 可以嗎 重算一遍 請再看乳 所以其實題目沒有難 當然他題目講的 有點落地八糟的 再看乳 現在改成這樣子喔 給你笑的說 跨期一樣 MUC1 這個變成是這樣解喔 這個是找相切喔 這個不是完全互補喔 我們剛才 第一題是這樣 第三題是這樣 那這一題的話你要先找出 C1跟C2的關係喔 那就是找相切 MUC1 用C1為分 就是C2 二分之一 MUC2 用C2為分 二分之一 C1 C2-二分之一 E加 R 早相切喔 這個斜度的是 E加 R R 對吧 0.1 對 第2條 C1加3 C2-一加R 等於Y1加 Y2是啥 E加R 對不對 那個 然後他現在接著說 兩期所得一樣喔 他有跟你講 Y2就是Y1喔 Y2我把它改成Y1可以嗎 Y2就Y1喔 兩期所得一樣 Y2就開始Y1 Y2開始Y1 好 Y20.1 OK 這可以寫0.1 然後他說 兩期所得一樣 然後他直接跟你講 兩期所得的限值多少 2萬1 Y1 這句話就是這樣 這個值就直接寫多少 2萬1 可以嗎 兩期所得2萬1啊 其實你還可以算出兩期的所得分別多少嘛 他跟你講兩期所得限值2萬1 那我可以問你Y1 等於Y2多少 你是不是可以算 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好像可以不用算 因為 我現在要叫你求C1跟啥 C2 可以嗎 OK嗎 好 好 這樣你了解 我們一個跨期就可以搞死人了 第一題是CD 第一題是完全復補的解法 好 第五題是CD喔 跟他這樣解法的不一樣喔 一般我們正常是不是給CD的嘛 給CD效函數的話 就是MRS MUC1 MC2 等於E加 第二條都一樣 對不對 消費的限值 等於所得的啥 限值 OK